再来是食安一题带您关注 有员工爆料 东区知名的甜点店卫生环境很糟糕 不但有老鼠出没 食品都已经过期了 还照样出餐给客人 其实呢 早在去年的11月 北县卫生局在这家店 就查到三件食品过期的状况 咖啡机下方盒子 还出现过老鼠的排泄物 当时就开罚18万元 现在将会再进行稽查 但业者呢 也出面很冤 放在台面上的肉松罐 一只老鼠探出头say hello 在里头饱餐一顿 员工拍下惊恐画面更踢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就很害怕 我之前有上过早饭 一开门 然后就会看到老鼠在那个 洗手台在那边爬来爬去 我只要一把果酱的罐子放出来 那个老鼠就会在旁边就准备要去吃 被爆料的地点是 北市东区一家知名甜甜圈店 陈小姐打工时 发现里头不但蟑螂老鼠乱窜 还授出对话记录指控店家 明明甜甜圈都已经过期 却被要求不要丢掉 因为没有人再丢甜甜圈 冰箱坏掉 可能里面的东西臭掉 店长都说 可以不管3721就把东西倒掉吗 这个很贵 很多坏掉的东西 它还是会出给客人 其实北市卫生局早在去年11月 就曾经到这家店鸡茶 当时查到三件食品过期 而且醉酒过期38天 甚至还在咖啡机盒子下方 发现老鼠屎 储新台币18万元 卫生局将再前往进行机查 如查获与其食品将依法加重处分 不过业者喊冤说自己非常委屈 老鼠有来过 同人说肉中怎么要丢掉 我说OK 还要求厂商说 以后要找有盖子的肉中 老鼠屎我们有发现的时候 其实都会请员工立刻把它处理掉 照片其实都是清理了当时 或清理掉的 其实有点白口目的 店家常调 与其食品其实是厂商提供的样品 根本没有要卖 针对店内整洁 管理不当会检讨改进 但针对非事实的指控 会走法律途径 替自己逃公道 记者为天成建国 TBOTO